开始谈论另一个主题 叫做Cropotion of metals and their protections 我们来看看金属被侵蚀 以及如何做防护 如何保护金属不容易侵蚀 Cropotion 有一个定义 Cropotion is the gradual deterioration of a metal Due to the reaction with air, water and other substances in the surroundings 他说的意思是侵蚀是一个 gradual deterioration 这个是慢慢破坏或弄坏 这个过程被弄坏呢? 通常在空气里面或周围环境里面的东西 包括了有些什么呢? 空气、Air Air 里面本身最主要 应该是Oxygen 因为Oxidizing agent的氧化剂 另外是水 另外有些其他的substance 一般来说都是污染物 包括了汽车排放酸性的气体 So2 Subdioxide 或者是NO2 这些都是对于金属有侵蚀的作用 当然在空气里面的分量不高 但问题也有效果 下面一般来说 我们有个trend 就是侵蚀多快、多慢 跟什么有关呢? 其实是跟Metal Reactivity Series 的位置有关 因为位置越高的金属 我们一向都学习了活潑性越高 如果Reactivity 越高 即是做反应的Covotion 就会越快 所以在这里也说 Generally the higher metal is in the Reactivity Series the more rapidly it will co-wrote 这个就是说这件事 我们金属有很多种 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我们人类常用的金属 其实最主要我们常用的 就是Iron Iron Iron的Covotion 这里有个特别的名称 叫Wresting 大家都知道 就是瘦石 或者叫做生瘦 所以记住 Wresting 生瘦的过程 其实只是针对Iron 即是说铁 你不要用其他金属来说 铝不可以叫Wresting 我们只能够叫Covotion 所以我们人用得最多是铁 所以特别有个名称 这样形容它 大家了解了情况之后 主要是说铁 铁 我们研究生瘦 基本上我们都要看看 有什么条件 来到可以发生生瘦 Wresting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它放铁 你接触到通常都是空气 空气有什么物质 最可疑 可以和生瘦有关 其实我们都想到两个 第一个当然是水 H2O 第二个就是空气里的氧气 Oxygen 就是这两个 我们就专门研究这两个 我们的做法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你看下这些图 这图我们预备了干净的铁钉 一二三四 四口铁钉 四口铁钉 就算不干净 都要弄到它干净 何谓干净 面头有些Oxygen 通常用砂纸 用砂纸散干净 散干净之后 面头会没有了Oxygen 一个真是干净的铁钉 只有铁钉在面头 让我们做个反应 我们第一个做法 就是Tube 1 Tube 1 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放了铁钉 这里先放棉花 棉花压得稀少少 然后它也是疏气 然后放一些Anhydrous Calcium Chloride Anhydrous Calcium Chloride 其实是可以吸水的 这里的情况有写 Monster in air is absorbed by Anhydrous Calcium Chloride 它懂得吸水的 Anhydrous Calcium Chloride 即是这里是保持干爽的 换句话说 你在第一支使馆里面 其实是没有水的 我们不想有额外的水气 再走进去 但它里面的Oxygen 也仍在 第一支使馆里面 没有水 但有空气 我们看看会不会删手 第二个情况就是 这支使馆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 我们首先 小心点 这个做法就是 有次序 第一件事 你先拿一些蒸馏水 Distilled Water Boid 你先把这些蒸馏水 煮滚了 这是第一个步骤 不要加油 不要加碳 煮滚蒸馏水 煮滚蒸馏水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水会有些氧气溶解下去 否则那些鱼都不能吸气 那些Distilled Oxygen 或者这里写 Distilled Air 或者Distilled Oxygen 当你滚的时候 有些气泡产生 那些气泡 你滚一段时间 滚一分钟 那一分钟 就会把那些溶解了的氧气 就是把氧气全部排走 这里写着 Distilled Air In Water Has Been Triffen Out By Boiling 你溶了一些 当你滚的时候 有些气泡 那些气泡 就将氧气全部弄走 弄走之后 那你就要快手快脚 就开始放银 刚才散干净了的铁钉 放银之后 还未完 原因就是 周围都有空气 你不怕那些 把氧气全部弄走 所以我们在这里 放一层油 这些油 你可以用花生油 煮食用的油 或者用一些 泡泡油 石垃油 都没所谓 因为油 可以有什么效果 你看到 这里写了 The oil layer on the top prevent air from dissolving in water again 你隔了一层油 外面就算有氧气和空气 它都溶不到 这个就是这样的作用 记住三个步骤 第一 先煮滚了一些水 把氧气泡掉 第二 放银钉 第三 把氧气泡掉 放银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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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银钉钉 放银钉钉 放银钉 放银钉 放银钉钉 一个有一个没有,三支TESTIP 第四支TESTIP,我们做多一件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用海水 海水在这里 其实有些酵化溶进去 这些酵化溶进去,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些电解质 电解质 这些电解质 我们都知道它可以增加导电程度 因为里面有很多mobile ion 不过我们选择NACL 四支试管 我们先用这个 它有水 有氧气 接着我们再加上 还有NACL 酵化溶 现在整个情况 就是第三和第四的 就是欠了一些盐 一个有一个没有 整个设计都放好了 这个就不是立刻放在这里 有东西看的 你看到这里写着 FORTESTIP SET UP WITH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LEFT TO STAND FOR SEVERAL DAYS 因为山秀的过程是慢的 所以在这里要等几天 等几天之后 等它有足够时间做好反应 这一段几天 一段几天的过程 一段几天的过程 很慢的过程 这一段几天 我们试试看看 可以不可以 它放的次序 跟我们那一段几天不同 我们一路看一路说 一路看一路说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就 看前一点 这里就有很多东西 蒸餾水 蒸餾水 煮滚了 蒸餾水 接着有些油 这些食用油 这些食用油 Anhydroscalciumchloride 这个是drying agent 吸水的 另外其他一些 没什么特别 当然最重要是 这里有些铁钉 散得干净净净 你看到 纳纳的表面 第一个做法 就是 先放好 这些铁钉钉 它用的比较大支 不过没什么所谓 第一个就是放蒸餾水 这个其实就是 等于 我们第三支食管 接着另一个 去预备一些 Table Short 的解决 这个就是等于 我们第四支食管 三和四 接着这个就煮滚了 蒸餾水 它已经浸过了面头 这样 它就很快就 放一些油 刚才我们介绍过 是隔开了一些 空气 最后 这个 Anhydroscalciumchloride 空气的水气 放多一点 它的摆法 和我们有点不同 不过分别不大 只不过 观察的时候 就 有些粉末在这里 遮住了 这里 我们看一次 这个 这个 就是有空气 有水 第一支食管 空气 这里 就是 盐水 然后 有些油 然后 这个 只是吸光了水 你可以看到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已经发生了些事情 你看到 在这里 隔了几天 隔了几天 隔了几天之后 你看到 只有水 和空气 那支 你看到 黄黄的 啡啡的 啡啡的 这个 其实已经是生瘦进行中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有空气 和有水 它会生瘦 第二支食管 这个 有盐水 除了空气 和水之外 还有一些盐 你比较一下 这两支食管 哪个生瘦的程度 明显一些 颜色 这个 多了很多 啡色的 铁瘦 这些 铁瘦 这些铁瘦 比这个 所以 有盐 基本上 就是加速 生瘦的速度 加快了 生瘦 所以你看到 多了很多铁瘦 看看铁瘦 这个 我们还记得 有些油的 里面是没有空气的 没有空气 你放了几天之后 整支钉 非常完整 任何铁瘦都没有 即是说 你只有水 在这里 它不足以生瘦 你一定要有氧气 没有氧气 就不行了 看看铁瘦 这个 你记得 它没有了什么 没有了水分 只有空气 因为那些水分 吸干了 那些水 即是水 没有了 只有氧气 那就没有生瘦 即是说 生瘦的条件 要怎样呢 你一定要有 水和空气 即是阳气 两样 在这里 少一样 都不行 少一样 好像这里 这个没有了 阳气 这个没有了水 两个都不会生瘦 现在的结果 很清晰 就是说 一定要有 水和空气 同时存在 才能生瘦 这个就想说明这件事 我们看清楚 放大 这个 大家看到有些铁瘦 这个有铁磨 生瘦得更加厉害 只有水 没有空气 即是放了 有浸油的 最后这个就没有水 放了一些 Drying agent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铁钉拿出来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就是水和空气 这个多了些盐 水和空气 再加盐 生瘦得比较厉害 这两个就没有生瘦 因为没有了空气 和没有水 看到车山手 这些日常生活 都会看到 因为 它 遇到水和空气的机会很大 我们先看这里 我们先看笔记的结果 很简单 我们跟回笔记的次序 第一 仕管 没有生瘦 第一支仕管 我们可以写下 第一支仕管 就是 没有了水 第二支仕管 没有了oxygen 第三支仕管 生瘦 有水 有oxygen 第四支仕管 更厉害 有水 有oxygen 还有些盐 溶解了 这个就是生瘦的情况 结论 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 生瘦一定要有水 和空气 同时存在 少一个都不行 我们先写整个比例 给大家看 刚才看到的 铁手 其实它是什么 这个就是 Ion-3Oxide in-hydrated form 我们叫做 Hydrated Ion-3Oxide 即是铁是剩3 F2O3 F2O3 黏了一些 Walked out 所以 这里是 Hydrated 整个比例就是 铁 Oxygen 水 形成了 Ion-3Oxide 整个 我们平常生活 都经常遭遇到的 生瘦的情况 记住 一定要有氧气和水 少一个都不行 好了 这里我们先讲一下 那么多